就是因为已经在根目录底下 已经有个DIR 如果这个是一种方法一 当然大家可以教这个方法 就是如果我今天不用这个方法 有没有其他方法用 可是你必须要 import 一个OS 就是利用OS里面 它有一些方法 它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目录 你告诉它目录 它会帮你把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都告诉你 OK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当然这个地方一定要先 知道有这个档案存在 所以我在全程邮局地址底下 会有一个DIR的这个档案存 所以第一个把它开起来 所以第一件是什么 我要开它 开它我们前面讲过 非常简单 F等于Open 所以你会发现F等于Open很重要 有没有 开档 然后档案路径的话就这一串 C帮后斜线就是上面这一串 我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在 在这个底下有一个DIR.tst 然后我把它就是用 读取模式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它是Windows里面的 这个encoding 就是ANS 所以不需要再加什么 因为不是像刚刚是Google下来的 不用再加UTU8 OK 所以我把它开起来 OK 接下来的话 我在开启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READLINE READLINE 还有READ 可是这里的话一样 要怎么样把里面资料全部读 到一个串 其实通常读到串列会比较OK 所以基本上 假设我今天先把它print READLINE 然后读到一个串列 比如说我把这个串列先 读进来 这底下这个先不要做 OK 那我先print这个串列 执行一下 看到不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 这一个里面 这个档案里面的所有的 这些资料 通通都放在哪里呢 通通都放在 这个list的串列里面 那你会发现 党名副党名 不过它多了一个这个 换行 这个换行 你要不要处理不处理 我记得好像 都不影响的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 接下来就跑什么 跑个回圈 所以回圈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for i in range 然后特别需要从1开始 为什么从1开始 因为这个di 这个不要 有没有 所以从1开始 到哪一个呢 到它总长 这个串列的总长度就可以了 总长度如果假设 应该是多少 25个 多一个 等于26个 那因为基本上我最后一个 刚好 总26个 所以到26停下来 所以到25 基本上就是1 刚好最后一个凤3 就25 所以停到这里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怎么样呢 再去串接我的路径 特别是如果你要开档的话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给它一个 拿一个磁碟机 对不对 然后拿一个目录 目录到这边 记得这边有到它根目底下 再把这个里面的list 1里面的第几个 比如说把三重.tsd 串在这里 那因为后面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换行 所以把它strip掉 再来的话 我把这边enter一下 多一行 print它 假设我printp 不过这边可能会有一点 同学可能会比较 会想问说 老师那这边是不是前 为什么这边都是两个 两个反斜线 特别是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只要打一个斜线的话 你可以这边加个r 不过它有点麻烦 就是说 如果你在串接的话 是可以这样做 没错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这个 最后一个这个 最后这个 一定要留下 就是前面都可以是单一个斜线 最后一定要有两个斜线 可是在目录 就刮虎里面不用 刮虎里面这个部分不用多 可是这个地方 如果因为你是串接的话 串接的关系 所以最后这个 一定要 不能用 那个 单一个 这个反斜线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把它printl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执行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看一下那个路径 有不OK 是输出的话 那这个是 我们的串列里面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路径 c跌底下的这个 目录底下的 三重点ts 应该是OK的 我刚刚讲过 最后这个一定要是两个双引号 要不然你就全部都用两个双引号 两个反斜线 两个反斜线 OK 那这样的话 确定应该路径没有问题了 再来做什么 我就把它开挡 这边的话 基本上这个可以把它注解取消掉 这个也不用了 OK 确定OK了 然后再来的话 开挡 那怎么开挡呢 基本上 大概就在这里 把这个注解打开 OK 再来的话做什么 F等于open open open这个p p指的是这个路径的东西 路径比如说三重放给它 然后做什么 开挡 开挡 开挡的话用read就可以了 read到哪里 read到c 这个变数 所以读进来的话 会是 一个 里面所有的字串 那我要做什么 写到一个档案叫o 所以要特别注意 后面我就 如何写档 写档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写档的话一样 我这边多一个fw的变数 open后面一样给这个路径 路径的话就是 这个根部底下 我希望多一个档案叫o.tst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a 记得你一定要a 你不能用w w的话它被复写模式 那a的话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增加模式 就是说append 有点像我们前面那个 list里面append的方法 就加到下面 加到下面的意思 好 最后的话 就在fw.write write就写出去 那写出去的话 就把什么东西写出去 把我们刚刚三重的东西 帮我写到o里面去 ok 但是呢 特别注意后面有加一个什么 换行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 换行 为什么要加一个换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一个换行 特别注意 这个档案本身三重 你会发现到最后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换行的 它变成说如果你这边少一个换行的话 它中立加进去的话 会串到后面去 所以我这边做 假设我原来好像这个是没有加的 就这样 把它 那再来就中立 再来就是南投 一直最后到凤山 好 合并完成 如果我现在没加了 把它合并 合并完成 你会发现很快 一下子全部合并出去了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个o.tsd 那因为我刚刚没有加 你会把它往下 往下跑 你会发现中立在哪里 中立刚好在这里 你们这三重 中立到这里了 因为我这边 它的那个档案的最后面 刚好少一个换行 除非说你将来 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能不然就手动 在最后一行这边可能再多一个enter 这样是ok 可是问题你不可能打开每个都加个enter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干脆呢 你就在这个写出去之后 后面帮他加个什么 加个换行就好 ok 你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这程式并不复杂 这上面这些是指的是什么 把那个党 清单里面的党名跟副党名串接在一起 然后再来这一段是开档 这一段是写档 这样就ok了 最后的话呢 就多一个printer 合并完成 然后我们再把结果输出 这个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跑一次 只是 刚刚那个问题 因为加了这个 看是不是 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看一下 看一下三重 三重往下 再来应该说中 中立在这里 有没有 他就换行 所以等于是说呢 我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反斜线N 这个到这里 他就帮我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换行到哪里呢 到这边 那这样的中立就换到下一行去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25个 甚至更多了 以后如果一堆党 你要把它合并 这样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呢 就有同学问说老师 可是我如果今天我不想用DI 我不想用DOS DOS其实已经很老旧了 因为这大概至少30年前的技术了 不过现在还是还蛮好用的 你不要看这些东西 其实都还可以用 如果你不要用 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的话 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当然有 可以用什么 用Python里面提供的一个OS的模组 里面他有一些方法 他有个蛮好的方法叫.walk walk 就走路 意思好像就 意思说他帮你浏览的意思 浏览什么呢 你给他一个目录 他会帮你walk 去浏览里面的所有的党名 跟副党名 他会return回来给你一个清单 那你在针对这个清单做什么 做个回圈 一样 把那个开档写档 最后就合并完成 ok 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来看 好 好